脱口秀大会决赛被露透,王建国又成千年老二,李雪晴垫底他暴冷夺冠,脱口秀大会第三季收视率一路攀高,时尽六的时候不少有名气的老脱口秀演员被淘汰,比如庞博和周启末,老的脱口秀演员基本功扎实,但是进步的空间小,个人风格比较固定,而这一季的新人表现很亮眼,比如杨承恩,李雪晴等,令别人难以招架。 这六个人大部分还是效果的员工,而冠军不出所料应该不会定别人,总决赛的路透也被曝光,提前录制的节目会让所有人签保密协议,但还是有一些口风传出去了,很多观众都对今年的黑马李雪晴十分喜爱,但是他拿冠军还是不可能,一个是他不是效果的人,再一个他的段子好笑但是专业方面还是差一点, 本来不少观众都希望今年王建国能拿一个冠军,摆脱千年老二的宿命,没想到这一季因为炒西皮得到巨大人气的王建国,还是拿了第二名,不少人看中杨蒙恩的风格,认为他的段子构思奇巧,比较有水平,可以说是夺冠热门了,而王勉也是突破了自己,将音乐与段子相融合,产生了独一无二的火花, 开创了一个新的风格,而杨蒙今年的表现很抢眼,几乎每次比赛都吸引了很大的热度,从市场化来说,更有个人品牌的潜力,李雪晴有搞笑功底和喜剧天赋,可以说他个人的魅力远胜于脱口秀,未来的发展会更多元化,另外忽兰的包袱设计很巧妙,每个字都在点子上,他的创作实力很强,六个人表现都很突出,但是冠军只有一个, 每个人都有能力问鼎冠军,脱口秀决赛当晚邀请了徐征,沈腾两名新嘉宾,可以说摆出了很大的排面,而这一次每个人的表现也不错,现场的反响相当好,总冠军是唱跳选手王勉,亚军还是千年老二王建国,第三名是忽兰,杨丽只排名第四,杨蒙恩第五名,最后一名是李雪晴,王勉夺冠还是挺让人意外, 虽然这一季他的表现很突出,但是毕竟竞争很激烈,他的风格比较独特,说实话现场的反应比通过屏幕效果好很多,可能很多没到现场的,估计不能认同, 而李雪晴和忽兰更是硬屏幕,两人是天生喜感,只能说王勉要感谢投票机制,其实最令人不解的是杨蒙恩只拿到了第五名,他的段子还是很有料的,让人印象深刻,发挥很稳定, 李雪晴虽败有种,前途无可限量,只能说他确实有天赋,如果再研究一年,估计能超过所有人,连李旦都被他的才华折服,他的喜剧内核真的是悲剧,但又这么好笑,一切很真诚,王建国在这个行业待了八年,他想把自己段子变得有内涵, 而不只是搞笑,其实庞博也是如此,两个人的执拗很可爱,但现实很残酷,是迎合市场,还是把心理话说出来,虽然技术上比较的老道,不过确实少了很多心意,毕竟脱口秀的受众群大多是年轻人,比起杨丽,双胞胎言一言越啥都敢说的果敢,脱口秀老人还是有一点顾不自封,他们有实力的认可,不过就是的加快更新了, 脱口秀还是适合有个人风格的,脱口秀明星一定要勇敢,好的脱口秀演员应该可以率先说出观众心里的话,能从更多角度看问题,真正说出世间百态的心酸和无奈。